一定要看到最後,最後有優惠 我換的這個隔熱紙 然後白天,山路,停車場還有晚上 它這個阻絕率這麼低的情況下 是否能夠看得到 來分享一下,這一次換這個隔熱紙 在山路,然後晚上,還有白天,產業道路 還有在停車場那個比較 燈光比較複雜的情況之下的一些透光度 這麼低,30%跟10%的情況下,能不能看得清楚喔 等一下,我為什麼這一次換這個隔熱紙好了 因為齁,我這車子剛買來的時候 其實我看它的隔熱紙車身是有貼一個V-COOL 我就想說前車主應該用的那個隔熱紙還不錯 所以我也沒有在意這隔熱紙的隔熱效果 那後來開了兩個月左右 我這台XC60開了兩個月左右 哇,實在太熱了 然後去給人家看,人家說 朋友說或網友說 這些車友就表示說 你這個是當時業務送的那種OEM 不是頂級的 我想說,蛤,隔熱紙還有這麼多學問喔 我以為是看品牌就好勒 他們就建議我去換一下更新一下 但是我不了解有什麼品牌 然後那時候那個車主剛好 他也才剛貼他那個前檔 然後他就跟我推薦了這個GAMMA這個品牌 其實那時候我聽到我以為是GAMMA射線的GAMMA 其實不是 太土了 不知道有這個牌子 我只知道什麼冰鑽啦 V-COOL啦 桑馬克 3M 就這幾個牌子 我沒聽過GAMMA 那據他描述就說 這個是 這個特斯拉的車主的愛用 因為特斯拉我去開過 特斯拉的玻璃是一直延伸到上面 有點像天窗 他的玻璃基本上在到這邊 所以非常的熱 那玻璃面積非常的大 所以假如赫斯拉可以用 那代表說隔熱效果應該是非常好 不然赫斯拉用 隨便用 那不是代表說那個隔熱效果不好 他還是熱 所以我就上網搜尋了一下 才知道原來他的這個 好像是有一種叫做金屬屏蔽 然後有一種是叫陶瓷 用陶瓷的方式去屏蔽 當然我們不是很了解 反正就是表面上這樣看 然後我就搜尋一下 某一家的這個隔熱子貼的工序 還有老闆比較熱情 比較願意跟你分享 那我就看到桃園有一間 這個GAMA的經銷商 就打電話去跟那個黃老闆預約 然後在預約的過程 我有順便跟他表明 當然他不知道我是誰 我說我想要把這個過程把它拍下來 變成一個紀錄片 這樣子可以嗎 他說當然可以啊 然後我可以問你一些比較 就是關於隔熱子的一些問題 你可以順便回答嗎 然後他說可以 怎麼那麼阿沙利 反正就是那個態度 非常的讓人家開心 然後舒服 然後我就問了多少錢 哇 嚇一跳 我還以為隔熱子很便宜 結果隔熱子好像還不便宜 但是我這隔熱實在太熱 我受不了 反正我聽到那個是特斯拉用 我就直接選了這一片 選了以後呢 就跟老闆約了時間 隔天我就去了 那我已經拍成紀錄片了 沒看的人可以看一下右上角 你們的右上角上面有一個連結 那就是那一天的整個實況 那一進去的時候 老闆就幫我 就是跟我介紹說 現在我選的這個特斯拉 它的總隔熱率的感覺 那時候還沒給我看報告啦 但是他就給我看那個 用500瓦的乳素燈泡照下來 照出來 那個手放在上面會燙傷耶 超燙的 然後那一片玻璃有貼的 直接放上去 直接絕緣 完全沒感覺熱耶 我想說怎麼效果這麼好 我太土了 因為我們買車的隔熱子 都是買車的時候 就業務直接貼好了 我們根本不知道狀況 也不知道有這麼多美港 然後他就跟我解釋一下 這個透光度 還有紅外線的阻隔率 還有紫外線的阻隔率 然後現場就拿了一台機器 直接就貼了 就量了一下 我這台車的前檔還有側片 阻隔率 就是 這個叫做什麼 透光度 透光度 這台大概是二十幾%左右 二十幾% 二十幾%好像也蠻 我看不懂那個數值 那時候他說二十幾% 然後 我的紅外線的阻隔率 這個比較重要 紅外線的阻隔率 只剩下72% 還73% 反正就是剩下 大概七成左右的效果 我想說 哇 難怪這麼熱 來 趕快貼 我要貼那個 我要貼那個 然後就跟老闆 稍微商量一下 這個 那個價錢的部分 可不可以優惠一點 拜託一下 那已經很優惠了 但我本來不知道 隔熱子這麼貴 然後 很多網友 私訊 或者是朋友 問我說我貼多少錢 我跟他講那個價錢 他們都很驚訝說 怎麼那麼便宜 我想說 這有很便宜嗎 我很納悶 黑人問號 他說 他的那一台 像有一個車友 他說他那一台車 是 格熱子的貼一台 可以換我這個兩台 他說 真假的 我全車都貼奈米陶瓷膜 他說 他的更貴 兩倍價 所以 格熱子還有這麼多學問 在裡面 我實在是搞不懂 那在貼的過程 就如同影片裡面講 他公實在太細了 我以為 這就是 把原本的私下來貼上去 有幾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 如果說 他的這個工法沒有很好的話 他有可能傷到你的這些內飾 因為我們這些內飾有一些是龍毛的 他上面有龍毛 或者是有橡膠 他的膠 或者是他的有機溶劑 清潔劑去噴到你這些地方 有可能你會產生變化 那顏色或者是 反正那個材質 有可能會有問題 那我就 我看到他弄那個工 每一個窗框 整個貼的薄薄薄的 光是貼 做這個事前工作 就用了 我看應該快一個小時 撕那個格熱子也花 就是反正撕下來 這個工大概花了一個小時左右 怎麼這麼這麼搞剛 然後再來就是 在撕的過程 他說你這個膠 之前用的比較便宜一點的膠 前車主怎麼弄我不知道 當然我如果是他 我應該也是叫業務幫我處理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個膠可能比較差 所以比較難去除 那比較差 比較難去除 黏性很好 代表說他不是環保膠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解釋 反正就是膠比較差 有可能會 就是比較難去除 那我又想 亂聯想 聯想到一個 就是假如 我們密閉空間裡面 用的那些有機溶劑或者是膠 我進來這裡面 我吸進去 那這麼密閉空間 不是很危險嗎 所以我問老闆說 你的東西安不安全 他說喔 我們的絕對安全 這他講的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看這個老闆 他的態度 還有他的這個為人 我覺得應該蠻實在 蠻可以信任 然後最重要是 他從十幾歲就開始貼了 貼了一二十年了 所以公上面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接下來就講那個 就是隔熱的部分 隔熱效果的部分 我說真的 差太多了 跟我原本那一台差太多了 真的沒話講 差太多了 你知道 你在以前喔 我那個車子一上來 我整個車子冷氣要開超久 然後我一直噴水 讓玻璃降溫 這一台我一進來就啟動 然後一下子他就冷房 而且我現在不用 我一開始之前都是開22度喔 現在我都開到24度還涼了耶 這樣子是不是代表說 整個冷房的效果好很多 我用數字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儀器可以車量 所以代表說 他的隔熱的效果非常好 然後貼完以後 他用 再用儀器幫我量測一次 儀器量下去 哇不得了 本來是72%的 這個 紅外線的阻隔率 現在變成99% 有些地方甚至超過 甚至是100% 然後我就想說 哇 難怪 一分錢一分貨 難怪你比較貴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 那如果說 效果這麼好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視線 就是太暗 我一開始其實也有擔心 但是 可能不太需要擔心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前幾天在鄉金小路的一個狀況 那前方 前方大家看到前方那個是 30%的透光度 然後側窗呢 是10%的透光度 所以感覺是 側邊有稍微暗一點 但是其實那個效果還 我覺得是還可以啦 然後 後來我又跑到停車場 大家知道停車場 它的整個光線是比較複雜的 有這個窗 對外窗的地方 它會很亮 因為是透到外面去 裡面呢 它是比較暗的 只有日光燈的燈光 所以它燈光這麼複雜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一下它的效果 就是 其實基本上也是看得到 但是我最後會再跟大家分享說 我自己的看法是怎麼樣 有些地方其實可以不用貼那個 然後接下來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說 那如果是在山路的部分 會不會影響到 我實際開山路給大家看 實際的狀況就是那樣 那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然後考量一下 那到底這樣子的透光度 你能不能接受 兩邊的差異大不大 能不能接受 那最多人當然最在意的是 晚上 夜晚的這個整個透光度表現如何 那我也錄了一段高速公路的這個 表現給大家看 在高速公路 國道上面奔馳的時候 它的燈光效果 注意看一下那個後方來車的那個車燈 有沒有很清楚的表現出來 我個人是覺得還OK啦 但是大家自己考量一下 大家眼睛的視力也不太一樣 沒有辦法用統一的標準去衡量 所以不要講一些有的沒的 我覺得我眼睛還算OK啦 好不好 那就是我最後來做個總結好了 其實這格熱子沒有去試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有這麼多的尿的事情 貓膩在裡面 那很多人說 它貼的格熱子才多少錢 那我覺得那你可以去貼那個便宜的 那無所謂 熱是你又不是我 你覺得你能夠忍受 那我 我又沒賺你錢 無所謂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衡量 你自己的經濟狀況 我沒有叫你一定要貼這種 全陶瓷的奈米格熱膜 這個是我自己真的覺得很熱 而且我每天在車上這樣子的時間很長 我希望可以舒服一點 所以我願意花這個錢 但不代表每個人都願意 那你可以自己去衡量你們自己的整個考量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比較浪費的地方 就是大家有看到這一個照片 這不是照片 就是影片 那就是我拍我後照鏡 然後那個後擋風玻璃的樣子 那因為這台車呢 它的只有前面這三片 是一般的玻璃 就是透明的玻璃 後面的玻璃 從B柱往後 所有的玻璃 都是隔熱玻璃 都是已經是深色玻璃了 那我是想說 那時候想說我真的是 都要貼了 幹嘛要省那幾片呢 老闆其實有跟我講說 貼了會很黑喔 我就想說後面我又不會看 又不是這麼重要 那就貼啊 都已經要貼了 然後插這幾片玻璃的錢 所以我就叫它直接貼 就現在貼起來 我覺得顏色有一點點深耶 就是像我剛剛那個 給大家看到的那個樣子 就是比較黑一點 但是因為你不會看後面 只是說我覺得好像多貼了 或者是其實後面 也不用貼到這麼高級的隔熱紙 供大家參考啦 因為現在很多進口車 它後面的玻璃 全部改成隔熱玻璃 或者是深色玻璃 那貼上去真的會比較暗一點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跟考量 那我們最近就是跟這個 這一家捷登格熱紙的老闆 他說好多人看到他的影片 看到影片然後去找他 然後我問他說 那可不可以給我們車友一點點優惠 給我們車友 只有給我們社團裡面朋友一點優惠 他說當然可以啊 所以我們就跟他簽了特約 所以假設你對於這個格熱紙 想最近真的太熱想要換了 你可以加入我們社團下面 說明欄有我們的社團連結 或者是臉書FB 搜尋小星星講車車 小星星講車車 你加入社團 然後就可以跟這個老闆說 我是社團的成員喔 那請給我一點優惠 裡面一些優惠 我們在社團裡面都有講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 然後自己去考量 我們期待下次 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更多的這個資訊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 W Valentine's Da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